日本汉学家安港郑渡等疫情六个人 今天中午11点55分 应我国政府的邀请 大鸡飞来台北访问 当他们到达台北国际机场的时候 曾经受到古正刚 方志等我国有关人士的热烈欢迎 安港郑渡等预订要在我国访问12天 他们将在这段访华的期间 参观我国的文化经济建设等设施 并且拜会严副总统 张秦秘书长 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 以及各有关机关的首长 他们预订在本月23号接触访问 离开台北